老铁们今天运气爆棚啊 又抓到一只大海参 看看还会磁水呢 这手感凹凸有致啊 老铁们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并且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棒的海参的话 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加关注吗 不要啊 爸哥哥 我不要去你家 我真的不要去啊 不过呢 还是你上来吧 毕竟还是我家暖和呀 我家厨房很暖和的 而且锅里温度是40度哦 而且我给你准备了键牌的润浮油哦 老铁们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话 能给个双击加关注吗 来吧 兄弟们 很多老铁私信要看海葵啊 咱一想也是啊 好久没有点海葵了 咱们家老铁都想得慌 哎呦我的妈呀 这海葵真是少有啊 咱是头一回键呢 如果你也是头一回键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一点电 请点亮小红心加关注 今天我来教大家吃生蚝的一种新方法 平常键的生蚝无非就是 蒸煮蒜蓉 今天我就要刷新你们的观念 首先在海边找到一块女蛙绅食 上面带有蹊跷玲珑蚝 然后去找铁扇公主 借红孩儿一用 只要红孩儿连喷五分钟 就可以马上开吃了 老铁们 如果你们也喜欢吃生蚝的话 能给个双击吗 来了 帅哥 美女们 如果你们家有墨鱼不会宰杀 请看一下我这个视频啊 首先准备一把剪刀 把墨鱼的背部冲开 然后把中间的骨头拿出来 最后是牙齿 然后把墨鱼片成片 放在红烧肉里面烧 绝对是一道下饭菜啊 美滋滋啊